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未来财经 过去的一周 美股在创历史新高 表牌指数创下了2024年以来的第39个历史新高 将该指数2024年的总回报率推高至20%以上 纳斯达克100指数创下了11月以来的最佳两周涨幅 不过接下来 特别是在下周 美股的反弹似乎开始失去了牵引力 首先是央行动态方面 美能储内部风起爆发 随着美能储晋升期的结束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下周美能储官员的发言 在美能储四年来首次降息50个基点后 在本周五的讲话中 美能储官员们对进一步降息的幅度仍有分歧 美能储理事沃勒表示 如果就有市场恶化 可能会考虑再次降息50个基点 美能储理事傍慢则表示 考虑到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水平 降息50个基点可能会让公众认为 美能储过早宣布战胜通胀 更倾向于降息25个基点 此外 多名美能储官员也将陆续发表讲话 包括2024年票位 亚特兰大连联主席博斯迪克 2025年票位 芝加哥联主席郭尔斯比 2026年票位 米尼阿布林斯联主席卡什卡利 波士丹联主席克林斯 美能储理事库格勒 美能储理事巴尔 FOMC永久票位 纽约联主席威伦姆斯都将发表讲话 当然重点是鲍威尔将首次公开发声 投资者聚焦其讲话中 对年内降息路径的可能表态 分析师认为 尽管美能储强调大幅降息50个基点 是个例外而非惯例 据路透社调查 107位经济学家中有86位认为 美能储将在11月和12月 分别降息25个基点 至4.25%至4.5% 到2025年底 美能储将把联邦基金利率 下调至3.25%至3.5% 若美能储官员下周拒绝承诺 今年再次大幅降息的可能性 美国的这轮反弹可能难以找到支撑 另外 下周市场关心三大数据 第一个是美国二季度GDP 下周 美国经济分析局将公布 二季度GDP年化计划比终止 此前公布的修正值显示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计划比 修正值为3% 较初值的2.8% 上修0.2个百分点 环比增速为1.4% 美国二季度GDP平均指数 年化计划比修正值为2.5% 预期和初值经为2.3% 第二个数据是 美国经济分析局将公布 8月PC物价指数 美国二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物价指数 年化计划比修正值为2.8% 较初值的2.9% 小幅下修 低于预期的2.9% 显示消费人均任性 放大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 美国银行表示 预计美国8月PC数据 将是又一份令人鼓舞的 个人消费支出报告 美认为 美能主对于通胀 逐步回落的展望 仍在正轨上 若核心PC月率强劲上涨 0.3%或者是更高 可能会提振美元 不过 在美能主表明其更关注美国就业市场疲软后 下周的通胀数据可能会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个数据 美国将公布9月21日当周首身人数 揭示劳动力市场的近期状况 财报方面 美光科技将于9月25日美国盘后 公布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 上季度财报显示 美光科技三季度营收为68.1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37.5亿美元同比增长81.6%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66.7亿美元 也高于上个财季的收入58.2亿美元 美光科技预计 截止8月份的第四财季 调整后的营收区间将达到74亿至78亿美元 区间终点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的75.8亿美元 预计调整后的EPS为美股收益1.08美元 加减0.08美元 市场预期是1.02美元 预计调整后运营率人率是33.5%至35.5% 市场预期是34.5% 机构在美光季前发表言报 下调了对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预期 并指出 有迹象表明 存储芯片市场的复苏正在放缓 该行认为 内存供应商不愿意接受 以更高的位元出货量换取更低的价格 与此同时 瑞银将美光科技的墨备价 从153美元下调至135美元 花旗将美光科技的墨备价 从175美元下调至150美元 均维持买入瓶颈 本周有传言 两家芯片巨头可能会并购 不同的媒体 包括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 分别爆出 高通可能会考虑收购英特尔的消息 不过股市投资者迅速就上述消息做出了反应 两家公司的股价走势截然相反 这是为何呢 首先以这种规模来看 高通一旦要收购英特尔 肯定存在监管方阻扰的风险 不过为了达成交易 高通可能打算将英特尔的资产 或者是部分业务出售给其他买家 其次 英特尔市值仍有约千亿美元 故而高通并购英特尔的财务压力巨大 特别是从财报来看 后果是对高通的盈利能力 有极客的显性负面影响 高通的净利率可能从现在的20%以上 下滑到个位数甚至是亏损 被爆高通可能收购时 英特尔正升线公司成立56年以来 罕见的重大危机 收入倒退回了2010年代中期 公司还宣布将裁员约1.5万人 从四季度起 1992年来首次暂停排席 英特尔最新的18A制造工艺 据悉未能通过博通的测试 使该公司代工制造业务 扭亏无盈的前景更加渺茫 最近英特尔正在积极酿酿方案自救 包括拆分期产品设计和制造业务 削减工厂投资项目 目前从已知的信息来看 高通尚未正式向英特尔提出收购邀约 这很可能来自外部推力 这个外部推力 或许是来自于摩根斯丹利和高盛 摩根斯丹利和高盛 是英特尔的长期合作伙伴 他们正在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战略建议 包括潜在的并购 从这个意义来看 交易能否最终落地 仍有较大的变数 英特尔将于未来发布两款新品 市场正在观望 这是否会是英特尔最后的机会 那么如此烂的英特尔 高通并购英特尔图的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 英特尔的X86架构和高通的ARM架构 在芯片市场上一直是相爱相杀 X86架构在PC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而ARM架构则在移动设备领域具有优势 此次高通由于收购英特尔的部分业务 无疑将对这一长达数十年的竞争格局 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就是说高通一旦真的收购英特尔 高通将在PC市场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或者说可以改善高通手机芯片业务 渐进存量阶段的困境 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英特尔是曾经的芯片龙头 现在市值只有英伟大的灵头 想想曾经的诺基亚 科技企业也有很强的周期性 一旦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 很快就会被淘汰 我们再来看日本 下周日本自民党将举行总裁选举 新总裁将接提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 这次候选人多达九人创下了纪录 日本首相由政党提名 国会重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 一般人言 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的 政党党首出任 投票定于27日举行 计票同日进行 媒体预测 首轮选举很可能无人票数过半 谁能在第二轮胜出 解决于能否获得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在网界选举中 多次出现凭借更多国会议员支持 而在第二轮逆转的情况 岸田文雄任内近三年间 全面倒向美国 修补与南韩的关系 并增加了国防预算 在安保方面让美国非常满意 当了首相三年和拜登一样 一次都没有访问过中国 所有外交方面的做法 得到了拜登的高度称赞 认为其是历史第一人 但是受到国内物价和执政自民党 黑金丑闻的影响 其支持率持续低迷 民众的优先考虑一定是经济景气和生活 外交只是锦上添花 媒体预测 下一任首相人选 大概率在外交方面也不会是自己说了算 无论谁接替首相一职 都不会改变岸田文雄的外交路线 最后我们来说说美战 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降温 通胀回落 但愿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或者是危机爆发的地步 目前美联储降息是预防性降息 并不是危机爆发后的紧急应对措施 最近的三次降息周期 均出现首次降息后 应援时间降息超过200个基点的情况 而从美债的角度来看 之后市场依然会对降息预期反复调整 美债利率不会一路下行 大幅来回震荡才是常态 短期美股不确定性增加 但是长期来看 其实美股最大的利好就是资金太多 就美国货币市场激进而言 总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 又是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 这数万亿美元中 约60%来自新冠疫情后 一直在囤积现金的公司 其余来自满足于收益 仅仅高于银行存款的散户 而这些资金迟早都会部分回流到股市 这就是美国的底气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周投资胜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你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